點跟色 那麼照標準的話 點是300個貝克每一公斤 那麼色是370貝克一公斤 那現在驗出的這個 產品驗出的點跟色含量 基本上都遠低於 遠低於你們的標準 然後這個遠低於的標準 為什麼做成新聞 然後把這些食品把它封存起來 那我想這個大概主要的 在51件裡面 大概就驗出 請你針對我的問題回答就可以 就是說為什麼 在這樣的一個標準遠低 這個色是370 結果驗出是1 點是300驗出11 但是這些食品為什麼要封存起來 然後把它銷毀掉 我想任何一個食物 如果有驗出來我們還是要讓國人知道 那麼細節我想清 那個我們康局長 請 好委員 那個這個是一個例行的報告 那所以在原委會的時候 我們在所有的檢測出來的一些素質 都據是以報出來 那並沒有消費或封存 所以你們的那個代表 我在電視看到他說在海關封存起來 沒有這個是業者自願的 不是 是昨天你們的那個 因為女性是你們的那個FDA的 TFDA的代表出來講 我有看到電視了 對 不管怎樣啦 今天我們設了一個標準 我現在並不是說這個一定要吃標 是你們給一個很讓人民混亂的信息 我看了都不曉得要怎麼辦 就是說這個食物本身 測出低於你們的標準 你們就告訴民眾 這是安全還是不安全的嘛 因為這個是非常混淆的東西 因為假設說這個食物測出來遠低於標準 然後你們也不敢出來說這是安全的 那未來因為食物本身不會自己去含油點或射 一定是某種程度上的污染啊 是 所以你告訴我們說如果未來再測出低於遠低於這個標準 如果你是測270我都還沒有話說 11跟1這樣的一個遠低於標準的衛生署的立場應該是怎樣 這個在我剛剛講過這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是原委會他們測出來 他們一定要公告這個所有的一個檢測一個 然後再來 這個我沒有意見 對再來時候在衛生署的時候我們就有說明 就是說所以因為有疑慮所以在衛生署我們立刻在 有疑慮有什麼疑慮 就是怕大家會是不是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 所以我們有講 所以這是低誤啦 所以我們的新聞都是沒有 這整題有關於射跟點力都把它驗零檢出 要不然的話這個民眾都會擔心啊 你低於300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低於300的還要在這個食物可能進口 這委員這個是有一個意義的 這個因為點跟射目前這是非自然核種 所以這只是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們食物的標準就不應該定300跟370 沒有這個是標準是另外一件事情 什麼叫標準是另外一個事情 食物的安全訓在什麼地方 你不要跟我講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不是食物的標準我們已經講過 就是它的遠低於標準 所以我們的新聞都是寫它遠低於標準 但是有在是不是要賣 這是業者自己的 也願那個就是它不要引起消費者疑慮 所以它並沒有賣 我們並沒有封存 所以這個不合格的 衛生署沒有 你昨天的新聞 昨天的新聞是TFDA 因為女性我不曉得它叫什麼名字 但是它出來 它講說這個東西就封存起來 那這個是業者自願的並不是我們 不是業者自願 是你們衛生署自己出來講的 沒有你再去看新聞 沒關係 接下來我們來看今天的這個議題 這個為什麼 為什麼要設公司來專區 然後來設公司 然後做這個國際醫療 那理由是什麼 理由是因為經濟的因素 因為會賺錢 因為會賺錢 所以會破壞我們整個社會對於醫療的 一個到一個這個價值的共識 因為要賺錢 我想第一個 大概剛才也提了 這是一個國際醫療 只有在國際醫療產業化 我知道但是我們現在目前有沒有在做國際醫療 我們現在目前有沒有在做國際醫療 非常少 有 不是非常少 很多醫院都有 然後這個民間的這個美容液的這個 呃 瘦身美容液也很多 這個外國人到台灣來做 對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要設專區 為什麼要讓它公司化 這個是 我大概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一個真正的國際趨勢 大概所有東南亞國家 也都朝這樣走向 沒有啦 那國際趨勢 有它自己的意義在 在台灣 我們從 在台灣從來就把醫療當成一個 對 一個是有公益性質的 一個 有 一個 救人價值的 這樣的一個 事業來看待 那今天你要破壞這個價值 對我來講 要有社會的共識 你們就請 中央 中華經濟研究院做了一個研究 然後那個研究呢 基本上就是以台灣的經濟為考量的 但是也沒有考量到很深 他只有說我們會創造70億 70億是多少錢 我們隨便一個贈餘稅 減免從50降到10 就少了200億 70億沒有多少錢 再看看它對於台灣的這個社會的影響 醫療品質的部分 還有就是說對現在已經在做醫療 國際醫療的這些醫療院所的衝擊 等等的 再加上一些價值的一個改變 我們這個問題要做還是不要做 不是中華經濟研究院 研究出來的 他也沒有研究 他就把幾個國家如何賺錢做了一個比較 然後也沒有論述 也沒有那個影響的評估 就說我們可以做這個事情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接受啊 另外就是說99年度 因為我一直對這個質疑 所以你們就請了這個 台中醫療那個衛生中心去做了一個 對於國人就醫的影響評估 這個老實講 這個報告跟那個中華經濟這個研究所做的這個報告 也沒有什麼太就是說非常讓人可以信任的 但是他至少做出了一些對於這個民眾的這個影響 大部分的民眾非常的擔心醫療品質會下降啊 好 那麼很多 另外就是說他也做了你們這個對象 你們現在目前你們對象是以中國人為主嘛 在機場問的問卷裡面 中國人都不太願意來台灣做這個國際醫療 另外就是說也問了這些外國人說你們來的時候會不會帶家屬來 大部分人也說不會帶家屬來 所以我不曉得你們的評估在哪裡 你們70億的評估怎麼來的 就是用一個經濟的這個這個模式 一個一個公式去算算算算個70億出來 沒有辦法讓人家接受 那我大概這樣講齁 第一個我剛剛提了這個是一個國際的趨勢 第二個呢我們中華經濟院雖然有提出他的財務上的評估 但是我們是從醫療的角度來看 因為他是一個專區 他不影響到其他的醫療 同時呢為了真正讓台灣能夠做起來 因為台灣的醫療水準 照理在整個亞洲的水準 署長 因為一個國際的趨勢我們台灣要跟著做 這個道理說不通 這個道理說不通 因為要看到說對台灣人的衝擊是什麼 來做我們最後的決定 結果你的第一個理由是因為國際的趨勢 今天我要講 今天我要講 公司 我們的醫療如果公司化的結果是什麼 公司化的結果就是公司要替老闆跟我們的股東 以賺錢為目的 以至於在他們的這個經營的理念裡面 就是以賺錢 而不是以醫療 或者是服務救民眾為主的 所以這個價值上面已經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轉變 那麼目前就是說我們已經都同意了 當年為了圖為了某個財團 我們去修了我們的醫療法 改成就是說我們的社團法人也可以 來做這個醫療社團法人也可以來經營 我們為什麼要公司化呢 都已經開放到社團法人可以來支持 來經營這個醫院了 那你們現在要 台灣現在已經有這個國際醫療在做 是全民的一個分享 你設一個專區 這個觀光醫療怎麼發展 台灣的觀光醫療是全台灣一起來發展的 你設一個專區 然後用公司的這個結果 就在這個專區裡面才有一個 國際醫療這樣的一個特殊的狀況 那這個在這個專區裡面我們又看到什麼 我們看到這個 可能有很多的這個優惠 土地的優惠 租稅的優惠 甚至貸款的優惠 然後在這個專區裡面你們事實上就是說 專區以外的醫院很難跟他競爭 就即使專區以外也可以做的時候 專區跟專區外的人變成非常難經營 外的人很難經營 所以你們就是造成一種階級的這個專區化了 就是有錢人跟外國人在那裡 然後我們訓練了很多的醫生 在幫這些人服務 這樣的一個是很難讓人來接受的 另外呢 就是在去年八月 有一個印度的醫生 他對於當地發展國際觀光醫療 對於當地醫療的這個衝擊 他們也有一個反省 那麼那個文章也指出就是說 這個當地的政府任大財團低價 購土地 那我們自己也是嘛 發展一個這個所謂現在很多園區 產業發展這個條例 有園區就很多的優惠 那麼新建醫院 然後還享受各種免稅或是低利率的貸款 那麼健康的產業規模增大了 但是呢當地的人民 他的醫療品質有沒有更好 你們有沒有去看過新加坡印度 有他們發展官方產業發展的很好 但是因為發展官方產業 以至於當地人民的醫療品質有沒有提升 這個我大概特別跟講 那個在新加坡 就是因為他做了這個以後 他兩千年以前他已經快財務快崩潰 他做了以後呢 所有的 誰的財務要崩潰 國家的財務 新加坡的這個醫療的那個支出 當時非常的緊奔 後來他做了國際醫療以後 全部都改觀了 他的國內國外的醫療品質都提升了 這個跟我們小理解的又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的理解就是 國民的這個醫療品質並沒有提升 錢進了財團的口袋 這些好像GDP成長了 但是勞工的薪資沒有增加 因為整個東西都沒有回饋到 當地的這個人民 所以在這裡我要講就是說 今天要把這個 醫療上業化 這個東西是跟社會上的價值 第一個是違逆的 以至於在這裡 從這樣的一個觀點開始 再加上後面的一些論述 我們反對今天的修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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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